好,那我們看完了 Eigen Decomposition 之後呢 我們現在要來講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那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也是 Matrix 的一種 Decomposition 的方法 那為什麼我們要學它呢 原因是因為我們知道 Eigen Value Decomposition 呢 其實它必須要要求 A 要是一個 Square Matrix 那如果 A 不是 Square Matrix 的話 我們是不是還是可以對這種 Matrix 做 Decomposition 呢 當然是可以的,那就是 SVD 這 SVD 說呢,任何的一個 Real Matrix 不管它的 Size 是什麼 那它都可以被 Decompose 成 以下這樣子的格式 就是 U 乘以 D 乘以 V 那其中 U 呢,是 M 乘 M 的 Matrix 那 D 呢,它的 Size 跟 A 是一樣的 那 V 呢,都是 M 乘 M 那 V 的話呢,是 M 乘 M 好,那 U 跟 V 呢 基本上是兩個 Orthogonal Matrix 那它們的 Colors 呢,基本上都是 Orthogonal 那它們分別叫做 Left Singular Vector 跟 Right Singular Vector 那 D 的話呢,是一個 Diagonal Matrix 那這個 Diagonal Matrix 的 Size 跟 A 一樣 那這邊大家不要覺得很 Surprise 就是說 Diagonal Matrix 不見得一定要是 Square 對不對 那它 Diagonal 上面的那些 Value 呢 我們就稱它為 A 的 Singular Value OK,到這邊同學可能會問說 好,那這個 Singular Value Decomposition 跟這個 Eigen Value Decomposition 有什麼關係呢? 是不是 SVD 其實是 Eigen Value 的 Generalization 呢? 簡單的答案來講,它其實不是的 在某些情況之下 其實 Eigen Value Decomposition 其實是 跟 SVD 其實是不一樣的 好 那,但是呢,它們是有關係的 好 有什麼關係呢? 好,我們這邊 我們這邊 譬如說呢,這個 喔 A 的 Left Singular Vector 它其實可以是 A 乘上 A 的 Transposed 的 Eigen Vector 它們兩個其實是一樣的 好,那另外呢,這個 A 的 Right Singular Vector 也就是 V 的 Column 呢 它其實是 A 的 Transposed 乘上 A 的 Eigen Vector OK 好,那 A 的那些非 0 的 Singular Value 呢 其實是 A 乘上 A 的 Transposed 或者是 A 乘上 A 的 Eigen Value 的 Square Root 所以其實它們之間是有關係的 好,那 我學完了 SVD 之後 那有什麼好處呢? 有一個 SVD 很長的應用 就是幫助你去算 這個 Malt-Tenrose 的 Shooter Inverse 好,那在講 Shooter Inverse 之前呢 我們就回顧一下 什麼是 Inverse Inverse 基本上就是一個 Matrix 那乘上這個原本的 Matrix 之後 它會變成是一個 Identity Matrix 對不對 那但是呢,這個 Matrix Inversion 呢 它只能夠定義在這個 Square Matrix 上面 換句話說,只有 Square Matrix 才會有 Inverse OK,好,那如果今天一個 Matrix 它不是 Square 的話 那我是不是還是可以有一個類似 Inverse 的東西呢? 好,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假設今天我給了一個 Linear Equation As 等 Y OK,好,那我希望這個 我找到一個 B 這個 Matrix 那這個 B 的 Matrix 呢 跟 A 的這個 Matrix 的 Size 呢 剛好是相反的 比如說 A 是 M 乘 N 那 B 就是 N 乘 M OK,好,那我希望做的事情是 我找到一個 B Such That 呢 我對這個 Linear Equation 兩邊分別都左乘 B OK,那 B 乘上 A 之後呢 會變成 Identity Matrix OK,所以 X 可以寫成是 B 乘於 Y 那這個做的事情其實就類似我們在求 Inverse 不過,因為現在 A 的 Size 呢 不是 Square 所以,就會有一些我們要考慮的情況 比如說,當 M 大比 N 的時候呢 我們從前面的討論可以知道是 X 其實不見得存在 換句話說 B 也可能不見得存在 那如果 M 小於 N 的話呢 那 X 可能有無限多阻解 對不對,那換句話說 我可能會找到很多個 B OK,好,那 如果我們要針對這些不同的 Case 呢 分開討論,就是去分開定義這個 B 了 我們把它表示為 A 的 Dagger OK,那這個 A Dagger 呢 我們稱它為 Pseudo Inverse 好,那這個 Pseudo Inverse 呢 所以它有一個好處就是 它一次可以表達三種東西 好,我們看第一個 Case 好,我們看第一個 Case 當 M 等於 N 且 A 的 Inverse 是存在的情況之下 那這個 A 的 Dagger 呢 會 Degenerate 到普通的 A 的 Inverse 那這邊的話,各位先不用管說 這個 A 的 Dagger 是引力 裡面是怎麼來的 我們等一下會講 好,OK,那 那,第二個 Case 呢 如果 M 是 W N 的情況 那這個 A 的 Dagger 呢 它基本上它會 Return 一個 X Such that 這個 X 呢 被 A 乘了之後 那它是最接近我要的 Y 的 OK,換句話說 它其實是給了一個最佳近式解 OK,好,那如果呢 M 是 小於 N 的情況呢 那這個 A 的 Dagger 會 Return 一個 Solution 那這個 Solution 是什麼呢 因為它有無限多組解,對不對 所以它會給一個 X 呢 Such that 它的 Norm 是最小的 OK,好,那 如果我今天用 A 的 Dagger 來表示 這個 A 的 Inverse 的話呢 那我就可以把三種 Case 呢 同時都考慮進來了 所以,當我今天在討論其他更重要的東西的時候呢 我就不會花很多篇幅去討論這個 Inverse 的部分 可以簡化我們的討論 OK,好,所以這個是 Solution Inverse 的好處 那這邊的話,大家同學要注意的一件事 Solution Inverse 呢 它其實不是 Inverse 它其實是三種東西 OK,好,那只有其中的一個 Case 呢 它會是 Inverse 呢 那其他的部分呢 是 其實是 Approximate 的 Solution 啊 或者是 The Best Solution OK,好,好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 Solution Inverse 要怎麼得到呢 好,那其實 Formally 來講呢 這個 A 的 Solution Inverse 是定義成這個樣子的 好,那大家可能會被這個這麼長的式子 不過其實還蠻簡單的 仔細看一下 就是說 這個 A 的 Dagger 它的目的 其實是要這樣 就是我今天去佐成這個 A 我希望它是 i 嘛 對不對 好,所以我們來看看這個式子 當我今天把它佐成一個 A 之後 OK 好,那 這兩項 就是 A Transposed A 那這個 Inverse 裡面有一個 A Transposed A 對不對 好,所以如果我忽略後面這個 Alpha 這個項的話 那這個東西的 Inverse 乘上這個 A Transposed A 那其實就會像是 i 嘛 對不對 OK 好,那你這邊可能會問 老師,那為什麼這個 A Transposed A 一定會有 Inverse 呢 原因就是它在後面加了一個 Alpha 項 好 這個加了一個 Alpha 項之後呢 這個 A Transposed A 呢 它是一個 Square Matrix 而且在這個 Square Matrix 上的每一個對角線 都會有一個小小的 Alpha 值 對不對 換句話說呢 這個 Matrix A Transposed A 加上 Alpha 值之後 它會是一個 Square Matrix 且是 Full Rank 的 Matrix 那從前面的討論我們就會知道 這樣子的 Matrix 一定有負儀的 OK 所以 For Any Case 我們都可以讓這個 A Dagger 可以寫得出來 它永遠就是存在的 OK 好 那在實作上來講呢 我們很少是帶這個公式的 因為這邊有 Limit 所以在實際上來講的話 我們求這個 A 的 Dagger 換句話就是求 A 的這個 Shuler Inverse 呢 其實是用我們剛剛學的 SVD 來做的 好 我們怎麼樣去算這個 A 的 Shuler Inverse 呢 很簡單 就是我先對 A 去做 SVD 得到 U D B Transposed 對不對 那我把 V 擺這邊 把 U 擺這邊 OK 好 那基本上做 Transpose 而已 然後呢 我把 D 呢 這個 D 呢 是一個 M 乘 N 的 Diagonal Matrix 對不對 好 那我先把 D 的 Diagonal 上面的 Element 先做 Inverse OK 然後先做完 Inverse 之後呢 我再把 D Transpose 我就可以得到 D 的 Dagger 好 所以這個非常簡單 它就變成 N 乘 M 的矩陣 然後把它擺在中間 那把這三個 Matrix 乘起來之後 我就可以得到 A 的 Dagger OK 好 所以 SVD 它的好處就是 它可以幫助我們很快速的去算這個 Shuler Inverse tule 這天